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不少朋友劝我 你不要再批评特朗普了 得罪侵奋就没有下场 你会跌份的 会少人看你的 我听完之后只能够少少 第一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追踪我的人 所谓我的粉 会有侵奋在里面的呢 我都觉得很好笑 因为如果你看我这个节目 我一向都知道 我批评特朗普是非常严厉的 这是第一 因为我的价值和他的价值很不同 第二 我做YouTube 我做评论 只会说我相信的东西 只会说我拥抱的价值 我不是为了讨好什么粉而做的 如果为了讨好其他人 而说我不相信的东西 我违心的东西 来到一个自由的地方 还要这样表达有什么意义呢 我今天会再说 侵奋 蓝丝和小粉红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为什么呢 回来再说 VPN除了可以隐藏你的身份 和保护你的私隐之外 还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网上看串流影片 Netflix 用了VPN之后 不同地区的电影和剧集 你都可以看到 又例如 就是限定某一些地方 才可以玩到的网上游戏 用了VPN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好 你都可以玩到的 在网上订酒店机票 或者买东西 用了VPN 你身处何地 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优惠 VPN 是一个户口 可以有六个设备 一起使用的 一家大小都用到 用底下这个网址 关键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订扣两年 最便宜是港币32元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免费 30日内 如果不满意的话 可以全数退款 挺好用的 不妨试试 我做这条片说 侵奋基本上是支持独裁者的 虽然反应非常激烈 我自己觉得 我感觉就是 有些受宠弱 害怕 有成六百个留言 骂到我九血临头 也有些很多是写简体字的 我觉得有些出精的味道 不过不要紧 每一个留言都是留言 不过我自己 会这样看 我觉得很好笑的地方 就是 我相信很多留言的人 只看到个题目就留言 基本上没有听过内容 有些人说 为什么要抑制你 听你做什么 总之我看到你的标题 我不信气我就留言 不要紧 这个也是你的自由 不过呢 我觉得水平是比较低 因为他不太听到我的论据 我的论论是什么 其实我说 特朗普是独裁者 或者特朗普是支持独裁者 其实不是我个人的见解 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 不同的媒体 有成二十个 将近二十个 当年是和特朗普 有一齐合作的 是他内阁的成员 帮他是辩护的 一些政府官员 特朗普做四年总统的政府官员 你知道他不停换人 最长的就是 最近出来说话 John Kelly 凯利 是特朗普的 白宫的幕僚长 我不知道大家 骂我的人 知不知道幕僚长做什么 权力相当大 是可以百分之百说 是特朗普的亲信 才找得来做幕僚长 凯利 John Kelly 是一位将军 他就出来说 和特朗普的接触过程里面 发现特朗普的想法 是可以落入 法西斯主义者的类别里面 他是一个独裁者 说特朗普是独裁者 说特朗普不适宜继续做总统 他做总统会破坏了美国价值 这二十几个人 全部都是共和党的人 全部都曾经 和特朗普共事过的人 除了凯利之外 也有巴尔司法部长 有彭斯 副总统 也有特朗普的发言人 他的传讯策略的总监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 也是一位军人 也有不止一个白宫的安全顾问 有部分人寫过书 包括博尔顿 包括麦克斯特 等等 都说特朗普根本不适合做总统 他不明白美国的运作 也不懂得什么叫做宪法 他觉得他的人 应该效忠他 就不是效忠宪法 这些说话 不是我作出来的 是 是有名有姓的十几二十个 和特朗普共事过的 共和党人 说的 但是 这帮留言的侵奋 要是说 那些是假的 我怎么知道 那些是作出来的 他们两个聊天 那些怎能作准 要是不相信 我觉得跟蓝丝没什么分别 跟荷兰页没什么分别 荷兰页大家都记得 他最出名的名言是什么呢 对于2019年发生的警暴 他名言就是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看不到 我不信 我不信 我不知道 我看不到 荷兰页就是蓝丝的 一个代表性人物 大家知道 为什么这帮特朗普对于十几二十个 和特朗普共事过 在总统四年任期的 这帮亲信 说的东西 他是没有看 还是不知道 还是看了之后 还是不信呢 说他是独裁者 是特朗普的亲信 这个 就是 重点就是这里 所以 我说 特朗普 是支持独裁者 因为 如果他们看到这些讯息 继续支持特朗普的话 他不是支持独裁者 虽然他可能认为 这帮人 是造谣的 是作出来的 是和民主党联合一起 去污蔑特朗普的 除非他是这样 但是我看到我留言里面 几乎是没有 几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 去引述 这帮人 包括 凯莉 巴尔 彭斯 麦马斯特 没有引述他们说的内容 也没有否定 他们说的内容 可能根本是不知道 他说的内容是什么 又或者知道也好 是不相信 这个 其中之一 第二 就是 亦都有人 我相信到今天 我觉得是在发梦 就觉得特朗普 有一个人留言 他老公 是心黄的 心黄就是支持 2019年的 这个反送中运动 他一直都坚持 就说 只有特朗普 才能救香港 救 就是只有 毛泽东司长 才能救中国 只有特朗普 才能对付习大大 只有特朗普 这么反共 才令到习大大害怕 他一直坚持 我相信有很多支持 特朗普 没有票头的人 香港人 都觉得 将自己的想法 留在 特朗普做的四年总统 2019年发生的事 他觉得特朗普很用 对付习大大 但记得 特朗普 说香港 2019年发生的事 当时是说什么呢 当时是说香港人是暴动 香港政府 应该去搞定 应该去处理它 这是一个暴动 特朗普很早出来说的 也有人留言 他说 你可不可以叫我比较一下 拜登政权 和特朗普政权 为香港人权做了些什么 一直逗留在 在一个印象里面 他没有做research 有些人说 当然不会 是吧 他是一个左膠 就是说我 是认知作战 这个平台从来都是说单边的东西 你想听到反特朗普 才能听到这个平台 想听持平 就听另一个台 我也是 如果你想听持平 就听另一个 支持特朗普 那些你觉得很持平 不用跟我说 也有网友跟我做了事情 他说1月26日 香港开埠日 美国驻港总领市梅鱼瑞 首次公开批评中 人大常委就港区国安法 释法的第二天 美国总统拜登 在这天簽署备忘录 延长扩大 给香港居民 延迟强制离境内与合资格的 在美的港人 只要在措施公布 当日说之前 身在美国当局 未来24个月 就不会强制他们出境 意味着在2021年8月5日 最初强制延迟长的离境待遇 公布后入境的港人 亦都可以受惠 最初延迟强制离境的待遇 是18个月 本来就是5日 5日到期 拜登的声明可以令到他继续 在美国24个月 比以前的待遇 是长了半年 18个月 加到24个月 他们可以做事 在美国合法工作 合资格的人 在这里 可以达到3860人 事隔两年 今次是2022年的事 事隔两年 受惠人数也有所上升 这个就是 回答了网友的说法 究竟 拜登 拜登 为香港的人权做过什么呢 如果你 当看不到的 没办法 我常常说 不能够叫醒炸份的人 我不知道 我不明白 我看不到 我未见过 是吧 很多留言的人 是会这样说的 因为加州很腐败 因为何錦麗 搞到一窩足 因为民主党的执政者 很阻礙 所以令到治安很差 毒品泛滥 难道不选特朗普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不选特朗普 难道选何錦麗 我想很多时候 都会有 一个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 因为我不喜欢何錦麗 所以唯一的选择 就是选特朗普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就是两个人选 你不喜欢一个人 选择另一个人 但是我关键 就是我想举出 你选特朗普之后 会有什么的后果呢 当然很多人 是不相信有这个后果 是不是 其中一个留言 就是说 Dictators 即是在说 独裁者 用英文留的 Who cares 谁关心 谁谁 care Dictator 他说 这个选民是 不会关心 是不是Dictator 是不是 不会关心 是不是独裁者 他只会 关心 这个人能不能够 处理到非法入境 处不处理到通胀 处不处理到 经济和社会的问题 他是不是Dictator 不要緊 OK 好了 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只有伟大领袖才能解决社会问题 软弱的领袖是解决不了的 OK 还有一个说法 我深刻印象 他说 如果 独裁者 和混乱 独裁者和秩序 和社会的秩序 比较 我宁愿选独裁者 因为 如果领导人是独裁者 只有政府会杀你 如果社会混乱 如果社会混乱 人人都可以杀死你 其实说 独裁者 谁关心独裁者 选民怎么会关心独裁者 他只是关心 要阻止非法入境 要降低通胀 解决社会问题 经济问题 伟大领袖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OK 独裁者 就是政府会杀你 但是如果社会混乱 国家混乱 人人都可以杀你 这种想法 是不是很熟悉 其实这种想法 就是蓝丝的想法 就是小粉红的想法 为什么大陆的小粉红 会支持习大大 喂 习近平的民望 我相信如果做调查 是相当高的 因为他觉得 这个是很小龙DNA 如果说小龙DNA 有些人很喜欢说小龙DNA 这个真的是很小龙DNA 伟大领袖 这四个字 就是很小龙DNA 伟大领袖 是说那个领袖 是说那个人 是崇拜那个人 不是说那个体制 只有伟大领袖 才能解决到社会问题 希特拉当年也是这样 只有我 只有纳粹党 然后才令到 德国的民族可以复兴 是吧 实现 德国民族 伟大复兴的德国梦 这次特朗普的说法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知道我特朗普 然后才做到这个 大家会很相信的伟大领袖 很崇拜的伟大领袖 理得他是什么独裁者 就是说 很努力 就是可以 解决到问题 就是可以 读什么裁者 有什么所谓 是吧 理得他说 为什么John Kelly 会出来说 说他是 可以立入法西斯主义者的范围 为什么 那么多的 他以前的亲信 说他是独裁者 就是他说一些内容 比如 我会出动军队去 对付反对我的人 也有人为 特朗普辩护 他说 他臭口而已 他常常乱说话的 他说了不做的 是吧 不过他是伟大领袖 我们就支持他 我听完之后 我都很震惊 这个总统 这个总统候选人 常常乱说话 臭口 你认为是没问题的 他说 用军队去对付 反对他的人 说美国 是违反美国宪法的 是军队不可以在 美国国土里面 叫他们出来的 是吧 是 是 国民警卫军 最多 或者是警察 或者其他执法部门 是军队是对外的 你竟然这样说 你觉得是不是很可怕 他说一下而已 他未必会做 做才算 做就不堪自上 是吧 在美国 其实美国的立国精神 是不信任一个集权的 英国当时是集权的 君主制度 他说 never again 不要搞了 他们其实各个州 是不想组成联邦政府的 大家如果看回历史 美国立国 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才有联邦政府的 因为他们很犹豫 为何我还要把权力交给你 是吧 但是这个人 他是崇拜独裁者 众所周知 他的幕僚 说过很多次 他是很喜欢 习近平 很喜欢普京 很喜欢金正恩 这一类人 他崇拜独裁者 甚至觉得希特拉 那些将领应该效忠 好似效忠希特拉 效忠他 那还不是独裁者 是什么呢 虽然这些 我不知道 我没见过 我看不到 跟蓝丝的想法一样 你是不理这些妄固 这些事实 而且你是崇拜了 一个伟大领袖 觉得伟大领袖 就可以解决了一个问题 我投票给你 你给我搞定 这是蓝丝的想法 是小分红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川普 是跟蓝丝和小粉红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都是对于批评特朗普的人 批评他的领袖的人 你看看小粉红出征多厉害 看看蓝丝 是吧 骂那些 就是 蟑螂 黑暴那些 说多狠 好像杀死他父母 因为 他觉得黑暴 就是 他们的蟹蟑螂 是破坏了秩序 是破坏了秩序 你想法 秩序是什么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 不要阻止他 他不是说价值的 这班蓝丝是不是说价值的 大家都知道 是说 是说价钱的 不是说价值的 是说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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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吃不到饭的 饱不了肚子 但我的薪金就是令我饱肚子 你不要阻挡我 这种运劣 我是不能接受的 还有一个东西 特朗普和蓝丝小粉红没有分别的 就是他不信自己眼看到的东西 就是喜欢信阴谋论 比如蓝丝在2019年的时候 跟着也是 现在都是成为了这个蓝丝圈里的主流论述 2019年的黑暴就是 是颜色革命来的 就是因为外国的势力支持 要颠覆特区政府的政权 颠覆中国的政权 小粉红就说所有的东西 说中国不好的东西都是假的 都是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这样 很多的阴谋论在里面 就是譬如在 就是有很多事情里面 就是不能一一举出来 这个侵奋呢 都是的 就是他今天 到今天仍然 是坚持一样东西 就是特朗普的选举 被人偷了 选举成果 是吧 那些数票那些机 就是造假的 就是这个 逢侵 就是反对特朗普的势力 都是deep stay 都是这个暗黑的 政府的力量 所以特朗普 真的哦 他说他上台要炒很多公务员的哦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deep stay里面的人 我觉得 是有很多很多相似之处的 他们common的地方呢 就是他不信他眼看到的事实 譬如特朗普就说呢 那些左媒 不停地抹黑 CNN CNBC CBS 不停地抹黑 那然后 这个蓝丝就说那些黄媒啊 那些黑媒啊 现在好了 苹果日报没有了 不停地去每个特区政府 小薰红都是一样的 人家说他有大外宣 他说你美国没有大外宣吗 全部都是针对中国的宣传 他们会觉得都是他眼看到的东西 人家举出来的事实 甚至 我说过十几二十个和特朗普共事的 是他曾经亲信的共和党的官员 他觉得这帮人都是deep stay里面的人 和民主党一起去陷害特朗普 我觉得真的很可怜的 这三个人都是 特朗普 蓝丝 小薰红 因为他们是罔顾事实 是非常可怜的一帮人 所以大家 有些批评我的人 觉得很好笑 我也不太明白 看我的频道的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侵奋 因为侵奋的价值 和我拥抱的价值 和我拥抱的价值 是南沿北截的 所以有些人说 估不到你 他说我follow你 因为你和我的想法很相似 我估不到你 来了英国的时候 变了这么多 变成一个左胶 我听完之后 只有哈哈大笑三声 这个真是一个 不太美丽的误会 很明显 很明显 你没有 听我做 风险节目 我说一下香港商业电台的时候 你没有 详细看我的YouTube 你对我真是一个误解 真是很深 如果今天你明白到我的想法 你要离开呢 我真是恭喜你了 因为你跟错人 跟了很久 跟错了很久 我 可能是在你心目中 真是一个左胶 我拥抱的价值 是什么呢 是 是 关怀弱势 我是很大爱的 我对于 少数 弱势的人 我经常说 a voice for the voiceless 我做节目的目的是这样 弱势的人 包括 少数族裔 不同颜色的 皮肤的颜色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人 我认为应该是尊重他们的 这个就是左胶 是左胶的想法 我对于新移民 因为我自己对新移民来到这里 我觉得普遍要 理解或者谅解他们 我作为新移民 我都要明白 这个社会需要什么 我这类的新移民 可能和其他弱势的新移民 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对其他人 需要多一份尊重 多一份理解 在你心目中 都是左胶 我对于香港人来到这里 投票给Reform UK 这个反移民的政党 我也是很奇怪 但是我知道有 不少 这些极有的QL 认为应该是投票给Reform UK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白人 一个黄皮肤的白人至上主义者 我觉得是极可笑的 的想法 这个就是我的价值 我拥抱的价值 如果大家有看过 我的影片 知道我 想法是什么 你就不会有误会 想不到他变了这么多 我觉得看完都会 蛤? 你这么好笑的 你 你们一天就认识我 变了这么多? 所以我就觉得 我是在说价值的人 我不是在说伟大的领袖 我不是在说 不论伟大领袖 做什么都好 只要能够和我解决问题 我就会支持你 对不起 这个不是我的想法 我是相信制度 所以我一直觉得 在共和党里面 有很多很值得尊敬的人 很多很值得尊敬的人 比如 做过特朗普 副总统的彭斯 他是很有的观点 比如他对移民的看法 他对LGBTQ的看法 和我都是很不同的 不过我觉得 他是值得尊敬 除了尊重 甚至我觉得 是应该感激他 作为美国人 因为他 以一己之力 阻止到 特朗普 那种极度 无理的 倒行逆施的要求 保护到美国的宪法 和美国的价值 换来的 就是特朗普说他是叛徒 那些暴徒 冲入国会山莊 说要找彭斯出来 要吊死他 换来的就是这样 今天 他对特朗普 都不是很多恶言 比其他的人 温和很多 他就是说 我不会再支持他 至少在今次的投票里 我不会支持特朗普 他不适合做美国的总统 很温和 很温和 那是彭斯 各位侵粉 其实你没有认真去听一下 这一班 曾经做过特朗普 亲信 现在出来 去批评特朗普的人 你不能触高打完 就是说 因为他炒的 炒他的 所以他现在 就是患有仇恨 彭斯是没有被炒的 但彭斯 因为 用他一己之力 捍卫到美国宪法 他效忠的对象 不是特朗普 所以特朗普说他是 叛徒 对的 他认为 特朗普认为 彭斯应该效忠 彭斯效忠的对象 是美国宪法 他用自己的力量 令到美国宪法 得以在一个最危急的 关键的时刻 紧急的关头 得以完好无缺 决定地保存 彭斯在美国的历史上 应该是留下一值的 这是很重要的人物 虽然他被人说是本土 各位侵犯 你又知道吗 你有没有听过彭斯说的 你有没有看过彭斯的言论 你有没有看过彭斯 为什么不支持特朗普 OK 那我就说 即是你说我不客观 如果说我不客观 我相信有很多 我知道的资料 你是没有看过的 如果你说我不再支持你了 我要走了 拜拜 对我来说是无人欢迎的 因为我也觉得很奇妙的 很奇怪 为什么 follow我的人 会是特朗普 应该不是的 我对特朗普的批评这么严厉 你应该走了很久 为什么现在还留下 我相信不是的 这群人都没有留下 他不能进来 于是就一起出征 好了 这节目到这里 得罪了 继续支持Opation 和心静可放的channel 多谢你收看 不看也可以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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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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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